大家好,我是Alice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炒素菜 把干木耳用水泡发处理干净 花菜掰小块洗干净 葱蒜切好备用 烧开水,把木耳花菜放进去 焯水一分钟 准备一个碗,打入两个鸡蛋 搅散 准备锅,锅热以后倒油 下鸡蛋煎熟备用 倒入油,放入葱蒜和13香炒香 倒入木耳花菜 翻炒一会儿 倒入酱油,蚝油 翻炒均匀 放入鸡蛋 再放一些麻油,花椒油 最后放少许的盐就完成了 翻炒几十秒就可以盛出来开吃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就点赞关注哦 您就会并且吃开吃了 今の粉丁 可以麻烦 您的粉丁